各位老少爷们儿 大家好 我是慈禧 陶瓷的慈 陶瓷的慈离 一个土壳狗长的北京大德 一个直播模式 大为主 主要一个风流推的小讲法 我们在后面的地点 会是一个大血的车道 今天我会用我的狗鼻子 我们在支付上的银质 为你们揭开这战友站的神秘面纱 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舒服 大家好 我现在在我美食打卡的第七站 复兴门地铁站 那这边正好有一个购物中心百胜 那我们就去百胜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好帅啊小帅哥 虚无主 对我是有任务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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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的这个楼层指引 他这有一个这个 那家小伙 那既然今天我们打卡复兴门 就尝尝这个 到底真的是不是传说当中逼吃 好不好 不好吃我可不可以留情哦 走吧 现在今天是工作日 我感觉复兴门这块人很少 偶遇不了粉丝怎么办呢 其实应该 假装前面一堆人那种 那家好 那样 然后被你捏去想起风护声 为什么还没有看到吃饭的地方呢 现在我就到食堂了 北京京菜那家小伙 他这菜单摸上去感觉不错呀 这么厚一锣 那有啥菜 过 燕窝 我关燕 下次工法来吃 哇我的菜来了 发起茄子 哇 本店做的菜 酥皮大名虾 好不万的 看这个凉拌茄子 闻上去就是醋味特别重 然后呢 感觉这个茄子都已经浸透了 就跟那个酱黄瓜似的 上面撒一撒一些香菜 油光赠亮 有点酸货 来美女打扰一下给你加点水 好谢谢 客气 要享受服务 谢谢 我们这服务有点像海底刀 我们服务还是很脆 黄豆是那种面糊的 不是那种脆脆的 这个茄子跟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我给你来 大明湖畔的大虾 我拿重金换来的 好细细品尝 虾肉特别紧致 然后虾馅都去除了 很干净 特别酥脆 这个大明虾 比这个茄子好多 糖醋好的 转转甜甜 尝一个它这个荔枝吧 这荔枝不是新鲜的那种 是罐头的 还有一个罐头味 它应该就只是起个点重的味 并不是跟虾肉一起炒的 这如果它可以跟虾肉一起炒 带点荔枝味 我觉得还挺提香的 它就得把虾头去掉 但是虾黄有所保留 所以能知道这个虾黄里面的鲜味 和那个油脂感 而且它这个外皮啊 上面裹的这个糖醋酱 和你这个虾肉鲜 又相互融合了 哇 相信你我喜欢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 刚上的这个菜 还冒着热气呢 闻上去就像菠菜鸡蛋 而且你看它这个摆盘 真的是没话说了 挂着汁 像这个菠菜鸡蛋的香味 鸡蛋香气特别重 蔬菜的味道并不是很明显 挂着这个芡汁 像北京打卤面的那种勾汁 它这整体的味道 像咱们吃那个 三元一样的好顿的菠菜鸡蛋糕 不过它吃进去的时候 真的让我父母听 它到底是豆腐还是鸡蛋 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种神秘感 整天各的菜 赛外黄坛 这里面都是什么呀 它是由老鸡老鸭干杯棒骨 熬米的汤米 有点像福建的佛跳墙 对 南方的佛跳墙 看一下这个赛外黄坛的 它这个金黄成亮 里面有一些炸制过的杏鸡菇 这个很黏稠 而且你们看它这个配了呀 配了有这个米饭 这个米饭 这个米饭是吃到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 可以加一些米饭进去 做一个汤泡饭 我以为它是佛跳墙的味道 对 但是你知道它跟我在福建吃的佛跳墙 味道不太一样 在于它有点像龙汤堡的那种鲜 而且佛跳墙不是用那种花椒 还有鱼椒一起熬制的那种粘稠感 它是有点像简易版的 就是它这个粘稠度 更像是淀粉勾芡 拌起来 裹上了 嗯 you know what 跟你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它就是汤泡泡 尝一下我这个小甜点 这是他们家的招牌米酒奶酪 上面撒了一些松子 闻上去酒香很重啊 尝尝口感在呀 它米酒占比还是蛮重的 嗯 奶酪的香气不是很明显 总体而言 我觉得它这个感觉还是挺奇特的 但是吃无关米酒的朋友 要胜点 好 现在我就吃饱喝总 从这个那家小馆出来了 它这个总体来说 它这个服务 还有环境 以及背景音乐相融合的一绝啊 真是没话说 堪比海底捞了这个服务 大名虾是值得来跑一趟的 确实很酥脆 虾也很紧致 但是其他的菜品真的就一般般了 人均消费差不多在150左右吧 所以这家店呢我认为 还行吧 一般 如果作为地吃餐厅的话 我觉得有稍微有一点点欠强 不算我个人名单当中的地吃餐厅 行 现在我们吃完了这些正餐呢 我们去吃个甜的吧 缓解一下心情 走 到了 就是这个 Doughnut 哇 你们看我后面真的好可爱啊 看这个 因为这个小猪里盒 那小猪真的好傲娇啊 女孩子啊看到甜点 果然是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有个好可爱哦 每种颜色 每种味道都拿了一个 然后呢 刚才店长可能是看我可爱的 我就特别想要那个金猪照了半天 他就送了我一个 送真的是送的哦 香草草草莓的 这么一个小金猪 给大家猪事顺利 这个是香蕉的 上面是香蕉脆皮巧克力 你尝一下这个 咸的应该是肉松的 吃起来 味道我觉得不错哎 我比较喜欢吃这种炸的很酥脆的肉松 我拿这些甜甜圈啊 基本上价格就在10块 中间这两个是10块 边上的是12 所以基本价格就10块到12块钱 还是挺便宜的 嗯 就颜值比较好 它这个上面的那个奶油啊 有点干掉了 我最喜欢的是所有抹茶的食物 我对抹茶的食物一般的 稍微有点干了嘛 就是 你希望它是顺滑的口感 就像巧克力丝滑那种口感 但是它叠成块儿了 咬进去呢 你要吃 吃辣一样的那种 再来尝尝这个摩卡 跟巧克力的 这个算甜甜的里边 我刚才吃过的最好的 我那边 嗯 最值得推荐的 现在来吃一下摩卡 它更口感更像牛奶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更像黑巧 真的好可爱哦 我的手得吃它了呢 说是怎么说的 下面撒了一些这个椰蓉 更像草莓酸奶 我来揭开你的头盖子吧 里面应该不是面粉 更像巧克力球 就是我吃了这么一大颗 我也不会觉得很甜很弱 我个人建议它如果可以的话 嗯 最后可以加一道工具 就每个客人点完以后 可以上面撒一点奶油 真的是没有满足我们这些甜食性人 对于甜品的需求 但是并没有到达一个 哇吃甜品那种 好好吃的感觉 然后让它这个口感更丰富一些 我觉得会更好 吃饱喝足了 我要回家写作业了 我们下一站 里程门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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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